雅各欺騙父親 創世紀二十七章十八至二十九節 雅各到他父親那女說 我父親 他說 我在這女 我疑 你是誰 雅各對他父親說 我是你的長子二素 我依照你所吩咐我的行料 請起來助著 吃我的野味 好給我祝福 二十對他兒子說 我疑 你如何走得這麼快呢 他說 因為耶穫雅你的神使我遇見好機會得著的 以撒對雅各說 我疑 你近前來 我摸摸你 知道你真是我的兒子二素不是 雅各就靠近他父親以撒 以撒摸著他說 聲音是雅各的聲音 手卻是以素的手 以撒就變不出他來 因為他手上有毛 像他哥哥以素的手一樣 就給他祝福 又說 你真是我兒子二素嗎 他說 我是 以撒說 你遞給我 我好吃我兒子的野味 給你祝福 雅各就遞給他 他便吃了 又拿走給他 他也喝了 他父親以撒對他說 我疑 你上前來與我親聚 他就上前與父親親聚 他父親一聞他衣服上的香氣 就給他祝福說 我兒的香氣 如同耶和華 似福之前地的香氣一樣 願神像你天上的甘老 地上的肥土 並許多五谷伸走 願多民事奉你 多國跪拜你 願你葬你弟兄的主 你母親的兒子向你跪拜 凡奏著你的 願他受奏著 為你祝福的 願他蒙福 請聽聽聽聽聽